为了祭祀神明 村民将我的头砍下 埋在地基里 爸妈拿着补偿款 兴奋地计划给哥哥买新房 可第二天 我的无头尸身就出现在家门口 低血的脖梗传出甜美的声音 哥哥 我来和你一起住新房子啦 你 你知道人迹吗 有些地方 在修筑建筑物之前 人们会选出一人作为祭品 他们会砍下献祭者的头 将之夯住在地基里 以此作为礼物奉献给神明 求得其庇佑 若是在施展巫术 被杀者的亡魂会永生困在建筑物内 成为守护鬼 永世不得入轮回 二 我醒来时身上五花大绑 眼前一片幽黑 眨了眨眼睛 适应环境后 才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黑暗阴冷的柴房里 把你养到这么大 我们也不容易 你哥买房缺钱 你总得出分力吧 这是亲近神明的殊荣 我们不争取的话 你都没有这个机会 两张贪婪丑陋的面孔出现在脑海 伴随着喋喋不休的锅噪声 我甩了甩头 不禁叹息 跟爸妈哥哥生活在村子里 最近村子要修建祠堂 按照村中规矩 要选出一人为献祭者 用其头颅祭祀神明 以求神明对祠堂的庇佑 作为补偿 村子会给献祭者的家人十万块钱 江小朵的爸妈得知消息后 没有丝毫犹豫 就替江小朵报了名 女儿养到这么大 也算人质易尽 家中长子要在县城买房 用他的命出一份力 正好 江小朵不愿 遭到了好一顿拳打脚踢 为了防止他逃跑 他被关进柴房没多久 就断了气 他死后 魂魄满是怨气 我便是被此吸引而来 而我想要离开他的身体 就要完成他的心愿 消解他的怨气 江小朵的心愿 自然是让和谋杀害他的人 付出代价 我舔了下嘴唇 难掩谋中的兴奋 杀人什么的 我最喜欢了 从他的记忆里 我找到了更多和神明有关的信息 这个村子里 每次新土木 盖房屋 都要宰杀家禽牲畜 专取头颅祭祀 若逢大事 则要人计 这次修建的祠堂 乘着村里百年香火 正是不可多得的大事 我瞇了瞇一眼 上天入地 喜欢吃脑子的神明 就那么一个 没想到这要巧 我刚来人间 就扎进了他的信徒堆 更巧的是 我恰好是侍奉他的神女 如今为躲避天道追杀 逃至人间 就是因为我以下犯上 杀了神明 三 哗啦一声 锁着门的铁链被打开 眉灯悠悠摇晃 照亮了推门 而入了两个男人的脸 江小朵长得很漂亮 少女柔嫩的面孔 即使沾了灰 蹭了血污 也像磕饱满诱人的果实 让人忍不住靠近 头发花白的老头 一巴掌拍在另一人后脑勺上 低声呵斥 你小子多老实点 献给神明的祭品 不得玷污 规矩都忘了吗 给神明的祭品 是有很大讲究的 凡被献祭者 若为男人 则要孔无有力 若为孩童 则要四肢健全 若为女人 则要纯洁无瑕 这是村里长久以来 流传下来的规矩 年轻男人被一巴掌拍醒 迷离双眼重回清明 他一手捏起我的下巴 他狠狠往我嘴中 咕咚咕咚 挂了一大碗脏水 水里混了地基的泥土 祭祀前夜 让祭品喝下 祭祀时 祭品会和土地融合得更为彻底 会更得神明的喜欢 土腥味充满整个口腔 我很不喜欢 扭了扭身子正要正脱 男人的手先一步松开 小朵 好好享受你最后一碗吧 明天五十 你就会成为真正的祭品 被献给神明 名叫周元的男人恶劣地笑着 眼中是毫不掩饰的痛快 记忆里 他曾爱慕江小朵的美貌 却被拒绝数次 始终无法摘下这朵娇嫩的鲜花 如今亲自把鲜花采进烂泥里 对他来说是最畅快的报复 好了 别废话那么多 今晚还要准备计台 有的忙呢 守在门口的老人 不耐烦地打断周元的话 一个眼神都没分给我 就好像绑在这里的女孩 是个死物 并非活生生的人 两人一前一后离开 我盯着他们的背影 眼中渐渐升起兴慰 以前跟在神明身边太久 千年光阴转瞬即逝 万物的生长 消亡于我而言 没有丝毫意义 如今降至人间 一切的一切 对我来说都极为新奇 新奇到 他们口中的祭祀 已经让我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我又舔了舔唇 脸上露出还同般的志气 活了这么久 我还从未体验过被杀的感觉呢 四 第二天中午 我被周园推到了村东口 面前是一个 用硬石和木材垒成的简易祭台 祭台上三张长条方桌 中间桌上摆了两颗猪头 朱眼圆征 似乎死前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另两张桌上 各有香烛酒聚 上面皆贴满了符纸 昨晚出现在柴房的 头发花白的老头 是村长 此刻他脸上涂抹着红色彩纹 两臂和头顶缠满藤条 口中喃喃念叨着我 听不懂的话 将猪杀均匀地撒满我全身 太阳升至头顶时 村长抬头去了一眼 气沉丹田 声音浑厚 送祭台 几个村民上前 将我推到祭台中央 按着我的肩膀 使我跪下 村长又兜头撒了一圈猪杀 此时 在我身侧 已有一魁梧村民拿起长刀 只等在我脖梗上落下 我低下头 新鲜地等着这一幕 可许久过后 都不见砍刀落下 怎么了 我迷茫地将头抬起 一眼就看到 村长有些扭曲的脸色 他的身后 围成一圈的村民们 包括江小朵的爸妈 脸上都挂着同样的怪异 江小朵 你不怕吗 村长倒吸一口气 咬牙问道 为什么要怕 我昨晚可是兴奋的一晚都没睡着呀 我又在江小朵的记忆里 转了一圈 翻到了答案 村中规矩 祭品被绑直击台时 要确保清醒 不能昏睡晕倒 更不能提前死掉 这样在死亡来临时 祭品往往会陷入巨大的惊恐绝望 强迫动的情绪会不断刺激大脑 使脑子更为鲜美 更讨神明的欢心 哦 这群人类还不知道神明已死 我对村长露出一个甜甜的笑 我不怕的 村长快动手吧 以前在神明身边时 我不需要做任何表情 自然也不会笑 因此我不知道 在村民们的眼里 我的笑透着森森邪气 并不像活人 村长脸色一白 顾不得许多 大吼一声 斩机瓶 无情钢铁 斜着夏日燥热的风疏忽而至 他亲吻了一下我的脖梗 我的脸朝上 双眼直勾勾看着太阳 五 祭台彻底陷入了静默 没人敢说一句话 甚至动都不敢动一下 因为他们惊恶地发现 我的头虽然掉了 但是从我的脖梗里 一滴血都没有流出来 他们不知道我曾是神女 更不知道我如今虽逃至人间 但神力仍在 封住伤口防止流血 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小事 毕竟失去脑袋没关系 但失血过多的话 我以后控制身体会很不方便 村长忽视心中生起的怪异 抹了一把脸 沉声吩咐 把头埋坑里 头顶朝东 面朝下 快点 许事都觉得我太过邪性 村民们的动作很快 不过片刻 我的头颅就被埋在了红鹤土的深处 至于我的尸体 村民们本应分尸埋于地基寺脚 现如今也歇了这个心思 直接丢进了山林里 如此祭祀便已到城 可以开始动工修建地基 其间巫师会来施行巫术 目的是将祭品的魂魄涌扣此处 成为祠堂的守护之鬼 而江小朵的父母 此刻正笑呵呵地 接过村长手里的十万块钱 和儿子江涛哼着哥回家了 他们不怕什么邪事 反正有什么名庇佑 拿到手里的钱才是实打实的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我的胸腔突然升起一股激愤 这股情绪并非来自我 是江小朵的残魂 我附身时 顺手将他还未消散的魂魄 抓回了身体 如今正在一脚沉睡 这有什么 他们抛下你 我替你寻回去不就行了 我兴致勃勃 身体里又涌进一股 对人间的新鲜感 六 第二天一早 江母听见敲门声 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开门 眼里还闪着泪花 谁啊 这么早就 剩下的话 都被惊吓堵在了喉咙里 本应被抛在山林的无头尸体 站在他面前 手还维持着敲门的动作 躲梗处咕噜咕噜冒出一串血泡 我用甜美的声音说 妈妈 我回来看你们了 江母惊声尖叫 条件反射的 拿起门后的扫帚 朝我身上打来 我抬手稳稳捏住他的手腕 咔嚓一声 骨头断裂 江母傲的惨叫出声 脸色变得煞白 我丢下痛得直不起身的他 走进屋子里 站到已经吓得 瘫坐在地上的哥哥江涛面前 他穿着崭新的衬衫 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 特意早起 就是为了今日去县城 把买房的手续办了 我弯下腰 脖梗的切口 直对着他的脸 又是一串血泡冒出 甜美的声音 如噩梦凝绕在他耳边 哥哥 我来和你一起住新房子了 起 江涛浑身抖入康筛 已经吓得说不出话 我等了半天没等到他的回应 有点不耐烦 正要伸手将他拎起 身后忽然感受到风的涌动 江副拎着一把杀猪刀 恶狠狠地朝我砍来 晦气地赔钱货 活着时候就不听话 死了也让人不得安生 老子把你砍碎了 看你还怎么装神弄鬼 沾满灰油的刀刃 毫无阻碍地砍在我的肩膀上 眨眼之间 我的右臂被砍断 直直掉落在地上 江副脸上露出一个阴狠的凝笑 手下发力 满是鲜血的刀刃 劈头盖脸地往我身上乱砍 不过片刻 手 胳膊 脚 内脏 残弱伴着血液四散在地上 江副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 眼中不满心红的血丝 老子现在就一把火把你烧了 看你还怎么闹事 他将刀丢在一旁 提了个蛇皮袋子过来 正要装我的身体残块 眼睛一扫 却如遭雷劈 僵在原地 八 在他极度惊恐的视线里 我四处乱飞的身体部件 迅速合拢在一起 血液凭空回流 从每个部件的接口处 重新钻回身体 而部件之间的断口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复原 待身体彻底拼好后 我转过身 等该顶着脑袋 此时却空荡荡的脖梗对着江副 声音里满是好奇 你在和我做游戏吗 那现在 是不是该轮到我砍你了 他像被冰冻在地上 浑身丝毫动弹不得 如果说无头尸身出现在面前 他还能强迫自己理解成 是江小朵冤魂未散 余魂作孽 那眼睁睁看着七零八落的尸块 当着他的面重组 他无论如何都没法欺骗自己了 我在他卑微哀求又绝望的眼神中 拿起那把杀猪刀 毫不犹豫砍在他身上 做游戏吗 不就是你看我几刀 我在砍你几刀 同样是右手臂 伴随着他的惨叫声掉落在地 门外的江母脸色煞白 疯了一样朝外跑去 边跑边喊 鬼呀 撞鬼了 救命啊 鬼 我歪了歪脖子 也对 凭这帮女妹的村民 鬼已经是他们 对恐怖最深的理解了 但他们永远无法明白 我是比利鬼 要更邪恶的存在 杀猪刀飞至出手 稳稳当当插在江母面前的地上 只隔着一指的距离 就会砍断他的脚 在他的嚎啕大哭声中 我懒洋洋的打了个哈欠 我肚子饿了 家里有吃的吗 声音尽力保持甜美 这点我没忘 毕竟都是一家人 吓到他们就不好了 就摆满了菜肴的餐桌上 江家三口战战兢兢坐在我对面 我贪婪的将鸡肉的香气吸进肚子里 满意极了 咱家还有这么香的菜呀 我都不知道呢 江小朵生前从未吃过好吃的 江涛五岁那年 江父将母决定再要一个儿子 长大之后兄弟俩可以互相帮衬 没想到苦等十个月 等来一个女娃 江父看到江小朵的第一眼 就想把他扔后山去 当时还是村里的老人拦住他 说江小朵命中有红韵 以后会在大势上 助江涛一地之力 这才保住了他的命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能享受什么福气 四岁起 他就要站在凳子上 学着给一家人做饭 菜烧糊了 味道不好 端上桌食粮了 随便一句话 都是他挨打的理由 江父江母和江涛 坐在餐桌上大块朵頤的时候 他只能抱着碗 蹲坐在角落里 默默往嘴里扒了饭 碗里不见一点荤腥 只有几叶青菜 昭示着他在家中的地位 谁能想到 所谓红韵 不过是换一种方式 要他的命 而且充满折磨 更加残忍 加起一块油汪汪的红烧肉 我刚要喂进嘴里 筷子扑了空 才想起来我的头已经没了 但这种小事 难不倒我堂堂神女 伸手挠了挠不存在的头 拨梗切口的食管处 缓缓伸出几根尖锐的肉牙 肉牙极为锋利 我将红烧肉丢过去 它们像牙齿一样 瞬间把肉撕碎 再吞进肚子里 我吃得极为满足 但不知为什么 江家三口的脸上 极为诡异扭曲 江涛甚至一个没忍住 哇的一声 直接吐了一地 我停下了吃饭的动作 哥哥 浪费食物是不对的 你怎么可以吐出来 难道说 和我同坐一桌吃饭 让你不高兴了 我的声音依旧亲切 但近着森森喊意 江涛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小朵你别生气 我只是 只是身体有点不舒服 他结结巴巴地说着 额头一阵一阵往外冒汗 见我没说话 甚至直接跪在地上 不住磕头说他错了 江涛是个很爱干净的人 尤其在穿着上 每天早上 他都要换一身干净衣服 晚上再丢给江小朵去洗 哪怕寒冬腊月的天气 江小朵也要把双手浸在冰水里 用力搓哥哥的脏衣服 有一次 他因为月室 痛得实在起不来床 耽误了给江涛洗衣服 被江涛薅着头发 从床上扯到院子里 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衣服都不肯洗 养你这么的懒丫头 有什么用 不给你一个教训 你就要翻天了是不是 身上的衣衫被水浸过 紧紧贴在身上 隔着院子的大门 周圆几个混混 嘻嘻哈哈看着 不忘跟江涛调侃 涛子可真仗义 让哥们饱眼福了 就是这样一个爱干净的人 如今跪在地上痛哭流涕 为自己求情 好像根本没看到 方才被他吐出来的污秽物 沾了他一身 真稀奇啊 我埋在土里的脑袋 砸了则舌 在江小朵的记忆里 这个哥哥永远是高高在上 冷酷无情的 谁能想到 他会有卑微的像调狗的一天 我从胸膛里发出几声轻笑 没关系的 毕竟我们是亲兄妹 我怎么会和哥哥计较呢 他瘫坐在地上 浑身的衣服都被汗浸透 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但脸上仍残留着 劫后余生的庆幸 但他不知道 此刻埋在地基里的我的头颅 唇角正缓缓勾出一个笑容 是带着极大恶意的 极为残酷的笑容 十 吃过饭后 我躺在江小朵的房间里休息 隔着一道墙 外间三个人的说话声 听得一清二楚 真是撞了鞋 涛子你赶快去找巫师 问问他 能不能今天就去地基那试咒 只要把江小朵的魂魄 困在地基里 他就再也折腾不起来了 当初刚生下他时 就该把他掐死 我早就知道 他是个晦气东西 涛子 你总抓头干嘛 今早不是刚洗过吗 江涛一边抓他的头 一边嘟嘟囔囔 我的头怎么不见了 我摸不到我的头了 江副江母顿时大惊失色 赶忙拉住他的手 江母差点就要哭出来 涛子 你别吓妈呀 你的头不好端端地在这吗 江涛呆呆地转过身 眼神已经开始有明显的迟滞 妈 我真的摸不到我的头了 说完之后 他正脱开江副江母的前置 又开始猛抓自己的头 江涛越抓越狠 不一会儿 脸上已经鲜血淋漓 指甲缝里满是血污 可他像丝毫感觉不到痛一样 还在不停地抓 头皮大块大块地脱落 眼珠被抠烂 可江涛浑然未觉 嘴里不停嘟囔着 我的头呢 我的头到底去哪里了 江副被这场景吓得愣在原地 江母阻拦不住 蹬溃地大哭 终于他受不住 鼓起勇气闯进江小朵的房间 跪在我面前 不停地磕头 小朵 千错万错都是妈的错 妈不该抛下你 你有什么恨冲着妈来 不要找你哥哥好不好 我就他这么一个儿子 他要是出了事 我可怎么活 好不容易酝酿起的睡意被驱散 我有些不悦 但乖巧听话的孩子 从来不会指责父母的不对 我柔声细语地说 这不是很好吗 我的头不见了 哥哥的头也该不见才对 毕竟我们是亲兄妹呀 十一 江涛活生生把自己抓死了 脸上的肉被他抓得面目全非 嘴唇被扯开撕掉 眼球直接被抠了出来 江涛还嫌不够 直接用杀猪刀砍向自己的脑壳 要将脑子挖出来 他就是这样死在自己手里的 江家最看重的就是江涛 我自然要先送他来和江小朵见面的 江副江母死活拦不住 稍有阻拦 江涛就一阵乱砍 像得了失心风 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 唯一的宝贝儿子 死在自己面前 江母贪婪在地上 抱着江涛的尸体哭得呼天枪地 我老江家绝后了 这可怎么办啊 江副 我四处扫了一眼 却没发现江副的身影 他去哪了 就在这时 一股诡异的感觉 突然遍布我的全身 像有万千无形的丝线束缚住我 牵着我的肉身和魂体 我想挣脱丝线 却发现自己竟然根本无法逃脱 绑住我的丝线开始收力 不受控制地被拉扯 朝东方飞去 十二 我在村东头停了下来 埋着头颅的锯坑已被填好 上面四脚都嵌入了木桩 看来村里已经开始打地基了 江副站在地基前 阴狠狠地看着我 声音里满是恨意 我不管你是什么鬼东西 你杀我儿子就要偿命 偿命 我疑惑地歪了下脖子 和咕噜咕噜往外冒的血泡一起 还有我不解的声音 爸 你在说什么呢 我早就死了呀 昨天你亲眼看到我的头被割下的 还怎么给割个偿命 江副咬牙切齿地怒视着我 看那样子恨不得冲上来 直接扒我的皮 奇怪 刚才在家里时 他还怕我怕得要死 怎么跑到这就不怕了 不过很快 我就得到了答案 江副微微错身 我才看到他身后还站着老人 老人骨瘦如柴 须发皆白 手中捧着碗清水 嘴里念念有词地嘀咕着 江副磨了磨牙 一脸带着恨意的畅快 巫师正在失咒了 等巫术是成 你的魂魄会彻底被困在祠堂里 给我儿子陪葬 到那时 我看你还怎么兴风作浪 我恍然大悟 原来拉着我来到这的无形丝线 都源自眼前老头念的咒语 不过区区凡人 怎么可能真的困住我 我聚其体内神力 凝神朝一处丝线攻击而去 却发现被击中的丝线不仅没断 反而缠得更牢固了 不对 人类根本无法和我的神力抗衡 能做到这地步的 只有神明 可他分明早就被我杀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三 就在我疑惑的时候 眼前天地忽然变了颜色 黑漆漆的乌云迅速席卷而来 笼罩在整个村子上方 狂风骤起 吹得衣衫烈烈作响 可好像除我之外 根本没人看到这些变化 那个老头还在稳稳当当地念咒 江傅仍一脸怨毒地盯着我 他们根本没感受到 周遭环境的变化 忽然从地基深处 传来一个阴沉沉的声音 神女 你以为 你真的能杀死我吗 我浑身俱阵 竟然真的是神明 十四 没人知道 这世间本不存在神明 是人类的欲望和信仰 将神明铸造而成 神明因头颅的祭祀而生 自然喜欢享用头颅 我跟在他身边千万年之久 眼看着他每天享用的数不尽的头颅 直到有一天 他厌倦了人间的血肉 带着贪欲的眼神看着我 问 不知神女的头颅 是不是也一样美味 说完这句话后 他就沉沉睡去 但我知道 他是真的想要吃我 于是他在睡梦中时 我将一把匕首 贯穿了他的心脏 多可笑啊 被无数愚蠢世人信仰的神明 心脏是黑色的 血是墨绿色的 哪里是什么神明 明明是个恶鬼 只是 神明虚假 我这个神女 自然也没什么善念 十五 随着神明话音落下 地基的泥土 开始不断晃动 木桩倒塌 土块崩裂 一只墨绿色的 半透明大手 自下上钻出 手里还拿着我的脑袋 我看着那只 无法聚拢成实体的大手 忽然迷雾 神明的确被我杀死了 他不可能逃脱 只是这个村子 信仰过墙 留了一丝 他的残魂在这里 昨天的祭祀 唤醒了他的残魂 加上巫师的咒语 才给了他 兴风作浪的能力 但是 区区一缕残魂 怎么可能真的是我的对手 我脖梗上的血液 开始往外狂涌 像喷泉一般 很快覆满我的全身 经过我神力洗涤的血液 碰到无形丝线 请客间燃起熊熊火焰 将这些丝线烧成灰烬 重获自由后 我一掌推出 先先翻了巫师 打断他施咒 阻止他再给神明送去助力 可我刚要接着向神明冲去 忽然 一股强烈的痛感 从头部传来 席卷我的全身 神明阴侧侧的说 神女 只要你的头在我这 你就奈何不了我 一旦我捏碎这颗头 你的肉身也会灰飞烟灭 没有附身的凭借 你的魂魄 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被神明捏在手中的头颅 面露苦涩 明显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我的身体也一样 好像有千万只手在撕扯我 要把我撕成无数碎片 神明的手 在不断用力收缩 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久 我的头真的会被他捏碎 16 但是他没发现 被他捏在手里的头颅 痛苦的面色之下 是微微勾起 透着愉悦的唇角 我连神明本体都杀的 如今面对一缕残魂 怎么可能毫无办法 束手就擒 他做梦都不会想到 当初捅进他心脏的匕首 被我一同带到了人间 还沾着神明血液的利器 飞速穿透他的掌心 本体和残魂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人间 本就互相排斥 如今匕首上的血液 对残魂而言 是这天下最致命的毒液 一插进那双半透明的手 神明本体的血液 就开始飞速吞噬周围的魂石 巨大手掌 以被匕首穿透的伤口为中心 伤口开始不断向四周扩散 很快 掌心变成一个巨大无比的洞 五指失去手掌相连 接二连三掉在地上 又被继续往前扩散的血液 相继吞掉 神明的残魂 在阵阵哀嚎声中彻底消散 我刚松一口气 呼觉一阵不对 一回头 江副拿着一把砍刀 刀刃稳稳对着我的头颅 他脸上满是癫狂的笑意 神明显灵了 我听到了他说的话 只要弄碎这颗脑袋 你就会灰飞烟灭 十七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神明的残魂尚且对我无可奈何 区区凡人 怎会觉得自己能伤到我这个神女 而且江副江母对我一点都不友好 我累了 不想再和他们玩过家家的游戏了 你仔细看看 被你踩在脚下的头颅 到底是谁的 在我冰冷无情的声音里 江副愕然低下头 看到一张血肉模糊 挂着两个黑漆漆血动的脸 就算已经面目全非 但这张脸他仍然熟悉 早在一天前 他还和脸的主人计划着 去县城买了房后 就可以准备讨媳妇了 儿子 江副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险些陷入崩溃 我顺势将收回的脑袋 重新安在脖子上 手刚放下去 整个村子忽然一阵地洞山摇 土地崩裂 树木青岛 房屋塌陷 像是突如其来的一场地震 神明生死 残魂消散 对村子的庇佑已经失效 而那些鹰巫术 困在这无数房屋底下的冤魂 也都被释放出来 我眯着眼睛 看着一个个冤魂唾土而出 近八成都是年轻女子 也对 这个村子的人际 虽说没有性别限制 但怎么舍得 真的去杀了一些男人 还不是打着亲近神明的幌子 让女人来承受苦难 这些冤魂在地底困了太久 一招放出 瞬间化为厉鬼 对村子展开了报复 到处都是哭喊声 求救声 江父呆呆地瘫坐在地上 满眼不可置信 怎么会这样 我走到他面前 用完好无损的江小朵的脸 对他说 怕吗 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不止他 还有江母 我都会好好护着 怎么可以让他们 受到那些冤魂的伤害呢 我还占据着江小朵的身体 他们只能死在我的手里 十八 村子的哀嚎声响了一天一夜 最终被一场熊熊大火彻底吞没 这场火吞没的 不只是村子里的人 还有整个村庄 那些手上未曾沾过鲜血的村民 被冤魂化作的厉鬼们 放了一条生物 但寥寥无几 更多的是村长周元这样的 心脏被厉鬼挖出 脑袋被厉鬼敲碎 受尽折磨而死后 被扔进火堆 尸骨无存 我强迫江父江母 看着这些画面 他们吐了一次又一次 直到最后 内脏好像都要从喉咙里被吐出来 很可怕是不是 放心吧 我不会这么对你的 毕竟你们是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声音又恢复了甜美 小朵 小朵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你饶了我们吧 我们毕竟生理养你二十年啊 你不能这么对我们 江母扑在我脚下 不断祈求着 妄图用虚假的亲情 换取我的可怜 怎么会呢 江小朵的怨念 我感受得一清二楚 有不甘 有不解 有痛苦 有怨恨 偏偏没有丝毫亲情 做错了事 就要受到惩罚 怎么罚你们好呢 我故作沉思 在两人无限惊恐的眼神中 扯出一个温柔的笑容 不如 也让你们感受一下 被砍头的滋味吧 巨大的恐慌之下 江富江母已经彻底失声 一句求饶的话都说不出 我为一抬手 两把生了锈的盾刀 凌空而起 飞到两人搏梗处 没有丝毫犹豫 开始拉锯 没错 不是干脆利落的砍头 而是拉锯 我特意选了两把 卷了边的刀子 一下一下磨着面前 两人脆弱的搏梗 每磨一下 两人就发出一声惨叫 而体内江小朵的怨念 也跟着削减一分 惨叫声 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 最后江富江母 不是被砍头而死 而是活活疼死的 为逃避天道追捕 我只能附身在凡人身上 确认江小朵的愚愿尽消 我扎了扎嘴 边准备离开 边外放神识 寻找下一个充满怨念 能被我附身的对象 至于江小朵本人 他的魂魄没有受损 脑袋也被我揭好了 只要好好睡上一觉 便会恢复如初 番外 江小朵二十岁时 生了一场大病 躺在床上浑浑噩噩噩 烧了好几天 病好之后 他彻底失去了这期间的记忆 只知道自己醒来 面对的就是 整个村子变成废墟的事实 新闻报道里说 村子发生地震 又引起火灾 只有几人幸存 奇怪的是 其他几个活下来的人 也都没有这段记忆 这场地震里 江小朵失去了父母和哥哥 但不知为何 他心里没有丝毫悲伤 他没在纠结 简单收拾好自己的行李 离开村子 来到了大城市 因为学历不高 江小朵一开始 只能在便利店打零工 但他工作认真努力 十分上进 不久就得到一个客人赏识 被推荐进一家服装店做销售 他很年轻 有用不完的经历 加上长相亲和 顾客们都很喜欢他 没过几个月 他就被升为金牌销售 又过了一年 他被提拔为店长 也有累的时候 但每次他想歇下来 找个有钱客人嫁掉 去做富太太 脑海里都会隐隐约约冒出一个声音 我救下你 不是让你当废物的 江小朵不知道 这个声音是哪里来的 但总会从这里得到动力 于是只能更努力地打拼 这天 他的心情格外好 因为能力出众 他被破格提拔为区域经理 不仅只为一连三级跳 薪资也跟着水涨船高 而且他一直有好感的一位同事 也对他是好 约他明晚共进晚餐 啪哒一声 房门开了 江小朵哼着哥回到家 觉得未来无限美好 啪哒一声 房门开了 在这个城市的另一头 一个男人一手拎着个大号行李箱 一手握着电话 满脸凶神恶煞 他要离开我 我能有什么办法 只能把他杀了 你快把车开过来 等我装好他的尸体 我们运到山上去 神不知鬼不觉 没人会发现 挂了电话后 男人慢慢咧咧地走进洗手间 要把女人的尸体拖出来 只是刚打开洗手间的门 他就浑身僵住 眼前一片晕眩 男人感觉脚下的瓷砖开始流动 变成一滩活水 在不断吞噬着他 站在他面前的是本该死透的女人 女人的心口处插着一把匕首 血液还在不断往外涌 他镇定自若地拔出匕首 血液却没有飞溅出来 反而凭空回流 都流回了体内 在男人因为过度惊恐 而变得急促的呼吸声中 女人微微一笑 声音极为甜美 亲爱的 你怎么才回来 我等你很久了 晚安